我們關心科學家是發現說 全世界上大的冰山 三年前是開始在刷圍 如果去年速度有變形 是在北力離開南極海域 這有可能會對亞生動物 也有飛舟南部的海運作成 很大的影響 從北力離開後 第二位置差不多沒有改變 一直停在南極海城同一個地點 那親像一座海上病毒 不過科學家發現 日空日空年開始 好親像因為海水溫度欠管 冰山開始營 35年來頭一次出現 所有的情況 然後在最近年 所以從2020年 我們開始看到它移動了一點 現在它移動了比較快 quickly up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Antarctic Peninsula and out into the open ocean 最近這幾個月 在風向海流的吹上 這座大冰山移動的速度變近 目前已經經過南極半島的北平 科學家認為A23A 該應該會因為 因為南極腰結流來 因冰山行的陸山 流入南極海生營 也許是吹漸更加熱 它會開始溫越速 它還可以仍然 往南極海南 然後進入南極海 進入南極海 進入南極海 可學家嗎 反而聯合 中原則A23A 翁棒 來到南極大西營 的南極地阿土 強化家對 都上幾百萬隻海海 騎路也還有其他各種海照 他們的找者和社團 會產生不利的影響 公司新聞 翁飛雲彬宴